Hello大家好,我是波罗 随着现在无线网络的进步 串流与游戏这种形式 逐渐称为PC或者主机玩家 随时随地享受游戏的一大组成部分 最近我也是测试了7款不同的 包括PC、PS5、Xbox、Series S、X各主机平台的 安卓串流软件 所以今天我就会通过我这段时间的测试 收把手的详细教大家 如何选择并配置最适合你的安卓串流软件 今天我会使用我最近一直在测试并使用的 安卓设备Xreal Beam Pro作为安卓终端 并搭配Air 2 Pro这款A软件作为显示设备 来进行演示 这也是我觉得目前最适合便携使用的 大屏串流硬件搭配之一 但这期视频的串流教程 也不仅仅是适用于这款设备 无论你是使用安卓手机、掌机 甚至一些以安卓为底层的VR头显 都是可以参考并复制的 大家不用担心 这里也非常感谢Xreal的赞助 让这期视频成为可能 今天我会按照PC、PS5、XBOX这样的顺序来进行讲解 我们第一件要做的准备工作 就是使用设备的蓝牙功能 或者有线传输来连接手柄 传言关于PC串流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PC串流软件 一般有两款 一款是免费的开源串流软件 Monolite 以及Wall自家研发的Steam串流软件 Steamlink 两种都是各有它们的优势 最后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 对两款软件的配置都涵盖到 我们从Monolite开始 这款软件是我在过去几年的串流使用中 在同样的网络条件与硬件下 串流延迟与稳定性最好的方案 首先你需要在你的安卓设备上下载Monolite 那Beam Pro来举例 直接就可以在自带的软件商店中找到并安装 但如果你的设备商店中找不到这款软件的话 我也会在视频的置顶评论中提供下载地址 在安装好Monolite之后 我们暂时把Beam Pro放在一边 来进行PC端的配置 这里一般有两种配置方案 一种是对于N卡独占的 调用N卡驱动GeForce Experience中的 GameStream功能来实现的串流 但是因为英伟达在23年宣布了 会在未来的某个日子 从驱动中移出这个功能 所以虽然目前还是可以稳定使用的 但是我们今天会推荐并教大家使用 Monolite提供的另一个PC端 后次软件SUNSHINE来进行串流 这个方案可以同时适配N卡与A卡的用户 我们需要在Monolite官网下载 并安装SUNSHINE 安装完整后 在桌面右下角任务栏中 右键单击SUNSHINE的图标 点击OpenSUNSHINE 这里如果是第一次打开SUNSHINE的话 需要设置一个账号与密码 在设置完成后 就可以进入SUNSHINE的主界面了 这里的配置界面 一般来说 如果你在串流过程中 没有遇到任何问题的话 我并不推荐大家自己去修改 它默认已经是一个比较平衡的配置了 这时我们换回安卓设备 接入PC相同的路由器WiFi 这里强烈推荐大家使用网线来连接PC 并使用支持WiFi6或以上的路由器 来连接你的安卓设备 可以达到最好的传流效果 打开你刚刚下载的Monolite app 应该就可以在主页看到你的PC图标了 这时我们点击PC的图标 它会出现一个配对码 我们返回PC端SUNSHINE的界面中 点击上方的这个P码 并输入我们刚刚在安卓端 得到的这个数字 就配对成功了 然后在进入我们的PC后 可以看到它的默认是有两个应用 一个是桌面 可以直接打开你PC的桌面 另一个是SIM 会唤起SIM的大屏幕模式 然后就可以很方便的 选择你想要有玩的游戏了 那么如果说我的游戏 它不在SIM里 或者说我就想直接从Monolite中 打开游戏 该怎么办呢 好问题也非常简单 我们回到SUNSHINE的主界面 点击上方的应用程序 添加新用 在这里填上我们游戏 或者软件的名称 这里填中文或者英文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填写英文名称的话 SUNSHINE是可以自动在网络上 搜索相关游戏 或者应用的分辨的 所以咱们这里使用英文来作为演示 添加预避的极限国斗 Riders Republic 接着在命令这里 有两种填法 如果是SIM游戏 那么我们直接找到 相应游戏的快捷方式 右键打开属性 把这个URL复制到这里就可以了 而如果是非SIM游戏 我们一样是右键打开游戏的快捷方式 属性并复制目标双影 好中间的内容就可以了 然后在分辨这里 就像之前所说 点击查找分辨 它就会自动搜索到 几个匹配的分辨可供选择 但你也可以自己下载图片使用 或者干脆没有分辨 都是可以的 不影响 然后点击保存就OK了 这时我们在安卓端 就可以看到你刚刚添加的游戏了 很简单吧 那么这时 基本的配置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 我这里也教一下大家 如何来优化配置你的安卓端软件 在Morolite主界面 我们打开右边的设置按钮 首先在视频分辨率这里 因为A22 Pro的分辨率为1080P 我们也选择匹配的分辨率 视频帧数这里 对Beam Pro来说 因为连接A22 Pro时 是输出90fps 所以我们先把菜单 拉到最下面的高级设置 找到解锁所有可用帧数 然后再回到上面 就可以选择90帧了 视频码率这里 越高的码率 会带来越好的显示效果 但是同样会增加你的网络 与解码压力 这会给大家推荐一下 经过我的测试 对于画质与网络 比较均衡的数值 就推荐大家可以打开高级设置中的启动性能信息 多去测试一下 找到最适合你网络条件的码率 一般来说 网络延迟与解码延迟相加在20毫秒以内 就几乎是肉眼不可见的延迟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像Beam Pro的话 我个人测试 在连接WiFi 6的情况下 可以达到10-15毫秒的水平 还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视频帧数调节这里 我不要推荐选择平衡 其他的大家保持默认设置就可以了 另外对于Beam Pro的用户 我推荐你在游玩的过程中 在设置中把媒体振动关闭 否则你可能会发现 Beam Pro跟手柄会在游戏中同时振动 OK那么这时 你就可以享受串流PC的快乐了 尤其是在使用Beam Pro与Air 2 Pro时 可以实现随时随地 观看1080p 90Hz 最高等效是6米处超过200英寸的距屏 但是既然是等效 为了更好的让大家理解它的实际大小 我也拿电视跟投影仪对比了一下 它的画面基本是可以跟距离1.6米处 55英寸的电视 或者3米处 115英寸的投影大小重合 想一想 如果使用传统的手机平板等设备来串流 最大应该也就是13寸的画面了 而且相对来说 便携性也要差一些 但如果使用Air 2 Pro 这类Air眼镜 只有75颗的重量 是可以做到随身携带的 非常无感 同时因为Air 2 Pro 具有三档电池变色功能 可以在透明与墨镜之间 一键切换 能够在各种光线环境下游玩 也能为你带来很好的隐私性 可以完美的覆盖 无论是通勤 出差 或者是在家躺在沙发上等等场景 另外我也知道 一些过去使用过 类似Air 2眼镜的用户 可能会担心 就是屏幕太大 在玩游戏时 会不会在头部晃动时 产生类似晕车的旋晕感 这里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在搭配Beam Pro时 通过Air 2 Pro本身的陀螺机 可以实现一个防抖模式 画面会像云台一样 缓慢的跟随着你的头部运动 完全不会产生旋晕感 而另外一个 我认为它很适合进行串流的原因则是 它解决了在串流时 不好看攻略的痛点 如果我们是使用手机等设备 来进行串流的话 当卡关需要查询攻略时 往往需要切换到浏览器画面 或者拿出另一台设备来查询 很破坏玩游戏时的沉浸感 也挺麻烦是吧 但在使用Beam Pro时呢 它有另一个显示模式 悬停模式 换你的画面固定在一个点 不会跟着你的头部运动 就像是在空中固定了一个屏幕一样 这时呢 你可以在Beam Pro中啊 打开另一个软件 比如说浏览器 来搜索游戏的攻略 然后在游玩游戏时呢 随时可以通过游战头部 在游戏窗口与攻略之间 来回切换 非常方便啊 而且Beam Pro呢 一千出头的价格 与专门为了Air眼镜所定制的系统 无论是在应用性 还是性价比上都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刚才我们说到一个使用场景 就是通勤 Moonlight虽然在各方面 都是PC串流软件的头部 但是它默认是只支持同网络下串流 异地串流呢 需要修改路由器的网络配置 添加端口映射 并搭配公网IP 或者呢 是在自家搭设微频服务器 才可以实现 因为设置起来相对比较复杂 并且会把自家网络 暴露在互联网上 虽然几率很小吧 但是依然会增加受到网络攻击的频率 所以如果没有很多网络方面的知识的话 作为一个IT架构从业人员 我并不推荐普通用户这样使用 这时呢 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另一款串流软件 SIM Link就很重要了 虽然在串流时的延迟相比起来 要略高于Moonlight 但是SIM Link呢 支持通过SIM服务器来安全地进行远程Ur 不需要在PC或者路由器端 进行任何的网络配置 所以对于有外出串流需求的朋友 我推荐这两款软件都下载 在家通过Moonlight 在外通过SIM Link来进行串流 这款软件的配对非常简单 首先你需要在安卓设备的软件商店中 搜索并下载SIM Link 接下来确保你的PC中开启了SIM 并在设置中打开了远程唱完的选项 然后将你的安卓设备跟PC 连接在同一个本地网络下 打开SIM Link就可以自动搜索到你的PC了 跟着提示 在PC中输入安卓设备上的配对码就成功了 这里我们稍微讲解一下在SIM的设置 打开启动高级主机选项 勾选我画面中展示出来这些选项 接下来这里有一个优化网络流量的设置 一般来说中高端路由器基本是500块钱以上的 应该都有支持这样功能的 接下来打开安卓端的SIM Link App 并点击右上角的设置按钮 打开流适传输 一般来说大家使用默认的增强性1080P 其实已经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优化效果 可以点击下方的自定义 第一页的视频修改为绚丽 第二页依旧是根据你的显示设备分辨率与刷新率 来选择相应的参数 而带宽限制可以参考这个表 接下来我们需要启用 一键解码 H1VC视频 以及低延迟网络 在设置完成后 我推荐大家在这里做一个网络测试 来看看自己家中的路由器 能否支撑你所选择的码率 如果测试结果不理想的话 可以适当的降低码率试试 这时你可能会问 在SIM Link中好像只能打开我的Steam游戏 如果是非Steam游戏该怎么办呢 又一个好问题 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在PC端 Steam客户端中 添加非Steam游戏 就可以在SIM Link中游玩了 对着在续航方面 一般用安卓设备来串流的话 它的耗电量大概在3-5W之间 那Beam Pro来说 经过我的测试 可以连接AR演技游玩3个半小时左右 当然你也可以边充边玩 那么时间就无限了 OK那么聊完PC端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PS5 目前市面上串流PS5 比较常见的安卓软件 有三款索尼官方的PS Remote Play 开源软件Chiaki 以及PS Play 不对是PS Play 其中前两款为免费软件 而PS Play为收费软件 这里我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测试 PS Remote Play 作为索尼官方的串流软件 在使用上非常简单 但是缺点是 它的可调节选项非常少 延迟也是这三款软件中最高的 而且只支持连接PS5官方手柄 而Chiaki作为一款开源软件 它的可调节选项 要明显比PS Remote Play多一些 延迟也要低一些 虽然它支持连接PS5手柄以外的第三方手柄 但是目前的官方版本 并没有映射触摸板的功能 导致部分依赖触摸板的游戏 无法正常游玩 而且跟之前提到过的Moonlight一样 如果需要进行异地游玩 需要通过路由器来配置网络 所以不是很推荐普通用户使用 而PS Play作为一款有底细收费的创流软件 它确实也做到了无有所知 不但拥有海量的可调节参数 无论是画质 延迟还是稳定性 都是这三款软件中最好的 还支持使用几乎任何有蓝牙 或者USB直连功能的手柄 当然你的按键还是得勾用才行 太离谱的不行 不但如此 它也同时支持本地与异地网络串流 其中异地串流跟PS Remote Play一样 会通过PS5以及路由器的 UPNP Universal Plug and Play功能 所以相比起传统的永久性手动断口转发来说 它的安全性与应用性都要更高 但是如果是连接Wive的话 国内的朋友在登陆时 可能会需要挂一下加速器 你们懂的 所以今天的PS5串流部分 我就直接教大家如何下载 并配置PS Play这个软件 对于在海外的用户 可以直接在Google Play商店中进行购买 而对于国内的用户 目前我测试了国内各大安卓的软件商店 只有华为软件商城中可以购买 这需要注意一下 我让网上可以找到一些 免费的破解学习版下载 但是毕竟这款软件 需要登陆你的PSN账号 所以为了防止这些学习版中被注入了 盗号的代码 我还是推荐大家花40多块钱 购买一个正版来使用 所以对于非华为设备的用户 我们先打开华为商城的主页 下载商城的安装包 在安装完成并登陆后 这里你直接搜索PS Play 会发现并没有 这里因为很狗的一点是 这款软件竟然只在港浮游 所以我们点击设置 拉到最底下的国家地区 并选择香港 这时我们就可以在商店中搜索PS Play 并购买了 在打开PS Play前 我们先打开PS5 在系统设置中找到远程游玩 并打开这个选项 接着点击关联设备 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串配对代码 接着打开安卓端PS Play 点击注册设备 并输入刚刚出现的配对码 这时PS Play会要求我们登陆PSN账号 登陆完成后就完成配对了 接下来这时候会出现一个 问我们要不要配置路由器的选项 跳过这一步 接着点击设置远程 分辨率选择1080p 每秒帧数60fps 比特律我推荐大家从最佳开始实验 如果出现明显延迟的话 代表路由器WiFi带宽不够 可以依次递减来设置 或者也可以通过手动设置 PS5的话我推荐大家设置在15-25Mbps之间 然后打开自动远程连接 实时解码 以及不要丢针的选项 接下来这个使用WiFi性能模式 这里的说法是有可能会造成 蓝牙手柄延迟增加的现象 但是包括Beam Pro在内 我测试了几台安卓设备 在打开后 其实并没有遇到手柄延迟的问题 所以我是推荐大家打开这一项的 最后就是打开HEC VC解码器的成像 那么到这里 PS Play的设置就完成了 如果你是通过蓝牙 或者有线连接了PS5手柄的话 就可以直接通过本地或者远程 来串流PS5游玩了 而如果你使用了XBOX等第三方手柄 也可以通过设置里的手柄映射 来将PS5触摸板的功能 作为组合键映射到你的手柄上 在正式串流时 这里本地的意思就是当你的安卓设备 跟PS5处于同一网络环境下 推荐大家将PS5连接网线 而安卓设备连接WiFi6或以上的路由器 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而远程连接则是当你的串流设备 与PS5不处于同一网络下 比如外出时 这时点击自动 就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串流你的PS5了 最后关于Beam Pro这款设备 与Air Air Pro搭配的时候 我发现虽然在串流PC时 无论是在悬停还是防抖模式下 都是可以完美运行的 但是可能因为PS5减码的蓄油更高 在使用这两种模式时 我发现在高速旋转视角时 有时会出现卡顿的现象 所以推荐大家在串流PS5时 在Beam Pro中勾选默认空中投屏的选项 这里就可以完美的在Air Air Pro中 通过大屏显示游戏的画面了 不会再有吊针的现象 接下来我们再快速聊一下 Xbox Series S或者X的串流 这一推荐大家直接使用微软的官方APP 它就叫Xbox 对于串流的配置 首先我们在Xbox端的设置界面中 启用远程功能 并在电源选项中选择即时唤醒 这时打开Android端的Xbox软件 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图标 开始使用 添加线路主机 并按照指引添加你本地的Xbox 就可以进行Xbox的串流了 这里顺便说个小彩蛋 其实微软还有另一个Xbox的APP 叫做Xbox Game Pass 通过这个软件 即使你没有主机 也可以通过XGP以及云游戏 直接游玩Xbox以及PC平台上的上百款游戏 不过因为目前微软仅在海外提供服务器 所以对于国内用户来说 即使使用加速器 它其实也只适合游玩一些 对延迟要求不高的回合制游戏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了微软的XGP 可以去尝试一下看看 在你的运营商下 它的运行表现如何 但如果你本身并不是XGP用户 那么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云游戏 来订阅这项服务 OK那么到这里 今天的串流教程就差不多结束了 除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解决一些 在使用安卓设备串流时的问题的同时 我也是真心的推荐 想要随时随地通过大屏来串流 又玩PC 主机游戏的朋友去尝试一下 Beam Pro与Air 2 Pro这样的组合 使用体验确实很不错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一视频的内容 不妨点赞收藏转发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Vol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